少年爬上溪邊旁的石頭跳水玩樂 消防人員在旁警戒就怕發生意外 好言相勸 沒想到 少年們居然爆粗口反嗆 當場被帶回查辦 事發在新北三峽大報息 當時三名少年違規跨越警戒 神跳水 除了涉及妨害公務 不停勸阻 依新北發展觀光條例 最高可罰五萬元 暑假到了 民眾愛到西邊玩水 空拍機是新北市消防局新的救命神器 只要預估石油量會達四十毫米 就會在比較遠的流域 進行飛行廣播 除了大報息 新北三大危險水域 包括南市溪和北市溪 這兩個流域範圍比較大 以簡訊市井為主 在水域安全網上路前 大報息最高層出現 一年十人死亡 少年們違規在先 拿性命開玩笑 還辱罵消防員 這下得為自己衝動行為好好反省 三天區的黃燕姐 張志豪 新北市報導 請出 안돼 nenhum 好 來 aide